真着急还是假着急 真着急 你看像我在我们家 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这个狗除了送出去之外 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问题就是我自己养的 我把这些狗都当做 就是像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朋友来那什么 我不想让他们就是变成一种 就是利益之间的那些关系 我这么喜欢养狗是吧 我真的就开个宠物店以此为生呢 但是我就在宠物店里头 那我回家的时候就洗干净 我就回家呗 狗不带进家 你把人和狗分开养 就是分开的话 但是他这个过敏相当严重了 就是只要说我身上有一点 然后他就是只要一接受 他满脸就是起那些 就像小泡枕似的那种 但他也被我付出过 这说的是实话 他特意跟我提 他说要不我也养一条狗试试吧 然后我们特意上我朋友的厂子 然后他自己选的品种 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 他也很羡慌 又给洗澡啊 又给喷香水啊 整起吹毛啊 手是这样 也就是说这个女生曾经试图 为了你们俩的爱情 她去改变自己 对 但是她又跨越不了 生理的这道坎儿 对不对 对 然后已经养了 养了了有两天呢 那脸就是肿起来了 就全部都是那个 其实我也蛮心疼的 所以这事还蛮难弄 也就是说咱真的没办法说 人狗分养是吧 人狗分过 这做不到 没有 我现在都寻思了 就是既然能选一个的话 就是我当然会选择他 那就没事了 然后只不过是 他现在在愁 就是我这狗没有送出去 再有就是没有提结婚的问题 其实说实话 我爸就做得挺明显的 不挺知识咱俩的吗 不是你爸 他又不嫁你爸 我问你愿不 没有 我爸就相当是 因为我这狗送出去难 我爸就是每次出去遛狗 就成群十来条一块遛 他除几回就丢一条 除几回就丢一条 多配合你啊 你看丢丢丢 快丢没了 要不这锅马上要下了 我告诉你都没有说个了 所以这应该怎么办呢 是个难题啊 女生你的底线是什么时候 就是等这男人等几年啊 我给他时间了 我说你给我一个时间 他不给我时间 你说个底线嘛 比如说我再等个三年 我等不了 我现在已经三十了 那你还能再等多久 你的耐心最大到什么时候 最多也就是 八年一年 一年那样嘛 一年之内 一年以内你能娶他吗 能 必须 那不就没事了吧 做得到吗 争取 你看看 你就不能追问这件事 你话说的是不表太痛快了 好像私底下你已经跟我说过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了吧 问题咱这狗不还没处理完吗 还是狗是 还在处理这狗吗 咋的说送出去 反正我就是 我就怕说 把我这些狗狗啥的送出去 其实送给就是热爱狗的 就是喜欢狗的人 无所谓 他养就是狗到他家没有人更想服 在我这群养说 吃的不好啥的 也挺的什么的 但是送出去的话 他想要服了 但你也得找个爱狗的 你说像我们那家狗方案特赌 你不能说 他过来把狗领走了 事后捣手 喜欢狗对吧 在街上碰到了受伤的流浪狗 你会抱回家 会吗 会 会 会吗 会 一定会吧 对 他一定会 所以这就是最潜在的问题 他不是没干过这事 所以这狗送不送 就是全把狗送走了 你可以送绝家里的狗 你不可能杜绝在他未来的生活里面 他在路上碰到了一只可怜的 这个流浪狗 他把他带回家呀 那个时候又怎么办呢 所以你们看 怎么解这个结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听说话 是